原标题白冰冰女儿被杀遭网红飞意怒怼你死过女儿吗 网红 我全家都死了 2019月1月台湾艺人白冰冰免费对高雄市担任一个月的观光代言人 免费代言为城市宣传本是好事 可是遭到了台湾著名网红A拉林雅强的强烈反对 林雅强以白冰冰心中还放不下白小燕 唯有质疑白冰冰担任观光代言人的资格 称女儿白小燕被杀过去22年白冰冰 仍然放不下仇恨 每次提到凶手便充满怨恨 想起自己的悲惨人生 还会在节目中痛哭隔三差五就来个负能量 这似乎不符合担任观光代言所需的一些特质 林雅强刻意找茬 非一女儿被杀对白冰冰的影响 引发激烈争论这一事 也很快传到了白冰冰那里 1月12日 白冰冰在直播中怒怼网红林雅强 你结婚了没 你有没有死过女儿 两人正面杠上林雅强言辞过击白冰冰 也被网友认为 言辞有些偏激 1月13日 林雅强回击白冰冰和白冰冰的粉丝们 乡民们也不用说什么 如果我的女儿死了怎么样 我直接加码 我全家都死了好了 然后我哭哭啼啼 二十年国将也没有有精力去代言什么 林雅强遭到白冰冰粉丝 怒骂对此 林雅强表示 已经联络律师处理 试图通过法律手段 解决网络暴力林雅强 还强调 白冰冰是不是不适合担任代言人 而不是没资格 并用一套日式茶几 不适合放在欧式客厅 不代表他不好 王买荣台湾棒球运动员 不适合手内 也不代表他没资格打球 来解释自己的理论 白冰冰和女儿 说到白冰冰与网红林雅强的争论 就必须先了解 白冰冰女儿白小燕被杀一案 白小燕是白冰冰 与日本知名漫画家 委员一席的女儿白冰冰 与委员一席婚姻不顺 在怀孕七个月时 回到台湾 在台湾生下女儿 独自抚养女儿长大 与女儿相依为命 可是1997年 天将横货白小燕 在上学途中遭老假 为了勒索白冰冰拿钱熟人绑匪 剁掉了白小燕的手指媒体 大肆报道 导致事件公知于众 被广泛议论警方介入 却迟迟被找到绑匪通计 绑匪不满白冰冰 报警将白小燕强暴 杀害弃尸与水沟 白冰冰霍剑华 五十郎拒到白小燕被杀害时 还不满十七岁 成了白冰冰一生的伤痛 每每提及痛哭 对女儿被强暴 并杀害这对任何父母而言 都是惨痛的事 也不会原谅凶手而往红林哑墙 就此时找查质疑白冰冰 担任代言人的资格 其行为 无疑是在白冰冰伤口上 撒盐看来一些网红 为了制造话题 为了成名 真的是不择手段